在廣交會三期不少中國製造的產品 憑借創新出圈 受到外國展商的青睞 林鶴堅報導 在本屆廣交會首次投入使用的D區展館 鞋是第三期的主角之一 各式各樣 琳琅滿目 怎樣在銅質化競爭當中殺出重毀 這間企業選擇在技術、工藝上求生求變 以產品質量和創意取勝 這款銅鞋看似普通 其實內置了智能芯片 家長通過手機APP可以見到小朋友的實時定位 還可以設置電子圍欄 一旦小朋友走出某個區域就會自動報警 這款我們主要是來幫助我們這些年輕的父母親 又要上班又要照看我們的孩子 通過這樣的一個物聯網技術 能夠讓我們的父母親 時時刻刻地知道我們這些孩子的動態 這間企業已經收穫了不少訂單 產品銷路國內國外各線五成 我可以說 創造的項目是 他們混合高技術與鞋產業 變成很聰明的東西 最重要的是 鞋產業很舒服 我們也嘗試把這些資訊給我們的客戶 健康生活亦都是廣交會三期備受關注的方面 6.1展館是醫療保健品和醫療器械展區 不少高科技的展品令人眼前一亮 這個充滿科技感的設備叫做高壓養瘡 能夠快速緩解身體的疲勞 它的主要受眾是運動員 不過在銀發經濟的浪潮底下 亦都可以進入普通的家庭 特別適合身體缺氧的老年人使用 這個空氣中是一個大氣壓 我們艙內是1.5個大氣壓 就是隨著氣壓的上升 我們氧氣在身體中的溶解度就會增加 運動員呀 像我們很多著名的明星啊 像那個詹姆斯 內瑪爾 他們都在用這個養瘡 我們是這個家用高壓養瘡的龍頭企業 80%還是外銷出口 我們有全球100多個國家有代理商了 這輛很好 便宜一點 價格便宜一點 廣交會會給我很多 opportunities for business 廣交會第三期 展期持續到5號 統計顯示 首日進管人流量超過18萬人次 廣州電視記者林鶴謙報道